老公對不起阿姨 太晚來救你了 你不應該這樣受苦的 愛心狗媽病倒 狗餓到互咬 整個後腿都血 前腳也是 嘴巴也是 我待會把這隻狗要弄下山 這隻要早上救醫 不然會死掉了 一踏進新竹愛心狗媽500的狗場 看到這兩百多隻狗 因為沒人餵養 狗狗餓到互咬 簡直就像狗間煉獄時 台灣流浪動物救援協會理事長 阮美林 再也忍不住痛哭 這隻也是受傷 也是咬受傷 可憐的狗狗阿姨來救你了 他氣得痛嘛 500是這樣養狗的嗎 為了收容流浪狗 500買了這塊地 蓋了狗場 但今年11月 狗場的狗遭人下毒 狗場的狗遭人下毒 牠一過於傷心 疑病不棄 只能請人來餵狗 但是 陳愛哥他三天來一次 然後三天來一次 狗你看都沒有水 然後反滴了八片 然後這樣子行嗎 就吐了這些狗而已啊 有些狗餓到受苦臨詢 還有嚴重皮膚病 讓人看了都不忍 看到有愛媽來 狗狗宛如看到救星 日公已先將重傷的狗送醫 也希望將這些狗送養 讓他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動新聞快救救他們 報道 戴森溫馨提示 今日天氣轉涼 戴森J-Focus噴射控流技術 快速均勻溫暖全防